在90年代初甘肃偏远的山区里 农村孩子石娃自幼丧母 一直与父亲和姐姐相依为命 家里的条件并不好 转眼间石娃变到了上小学的年龄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 读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为生活奔波的父亲再也拿不出钱供他们同时读书 未显公平 父亲只能用一把铜勺决定姐弟俩的命运 当少把对准石娃停下的时候 意味着成绩优秀的姐姐 必须错学了 石娃欢呼缺越地又蹦又跳 年幼的她并不清楚 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姐姐虽然难过 但她理解父亲 母亲死得早 照顾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父亲的肩膀上 对此她没有任何怨言 还连夜给弟弟缝了双新布鞋 开学的第一天 父亲领着石娃去上学了 姐姐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心里满是羡慕 上学的路并不好走 不仅有曲折雷连的山路 还要横跨一条湍急的河流 这是去学校的必经之路 好在河水并不深 父亲在岸边鼓励石娃 男孩子就应该勇敢一点 以后你就要自己上学了 到了学校要好好读书 别丢了我的脸 不过石娃在学校 却出了阳相 同学们嘲笑她 这么大还穿开档裤 石娃捂着屁股 脸憋得通红 好在同桌女孩小兰替她解了围 放学回家后 贴心的姐姐把她缝好了裤子 又剪了许多小纸片给她挂上 学会的新单词都写在上面 有空就看一看 准忘不了 对于从小缺少母爱的石娃来说 姐姐对她的爱 会永远放在心里 这天山区突然下起了大暴雨 石娃披着简腻雨衣 风雨无阻地往学校跑去 来到河边发现 同桌小兰在河边不敢过去 因为大暴雨 河水高涨 比往常端极了许多 石娃咬咬牙 便往河对岸走去 小兰也跟着她踏入河中 可没走多远 石娃回过头 已经看不见小兰 只见河中飘着小兰的雨伞 和她的小书包 石娃害怕极了 转身就跑回来家 躲在仓库一角 瑟瑟发抖 没多久 小兰的尸体被打捞上岸 家人为她举行了葬礼 石娃也去了 偷偷在一旁看着 她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 冰冷地躺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生命一瞬间就没了 这让石娃留下了 巨大的心理阴影 她不敢过河 也不敢让父亲知道 一连三天 她都假装去上学 到放学点了 再回家 可后来老师找上门 事情穿帮了 父亲拿起棍子 狠狠地教训石娃 你对的是谁 你对的是你姐 为防她再次逃学 父亲决定跟着她 来到河边 石娃不敢往前走了 回头又看见父亲板着个脸 没有办法 她只能大喊着给自己撞胆 可走到河中央的时候 石娃又想起小兰的遭遇 崩溃地放声大哭 这时 父亲弯下了腰 把她背了起来 虎口婆心地安慰道 河水有涨的时候 也有烙的时候 雪要天天上的 一天也不能含糊 你是个男王 办啥事 做有个结果 石娃用心记住了父亲的教导 自打那以后 他从未让父亲失望过 时光仍然 转眼间 家里已经贴满了奖状 石娃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中学 最让她苦恼的是 学杂费比起小学贵了不少 虽然她能理解家里条件不好 可经常被老师点名拖欠 学杂费实在丢人 父亲给石娃 东凑西拼了12块钱 石娃却向姐姐埋怨 学杂费要30 这12块钱连一半都不够 可这番话 还是被屋内的父亲听到了 他也很无奈 现在连乡下都流行听西洋乐 自己不过是一个 拉厄胡的民间艺人 哪怕免对拉上一曲 别人还不愿意听 要说挣钱 更是难上加难 这次凑钱 父亲还磕伤了腿 他都不敢让石娃知道 父亲望着儿子闹扁扭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沉 其实石娃的在校生活也很艰苦 大两天的啃个馒头 就像在啃石头 只能泡热水后才能吃 这天夜里 姐姐跑来学校来看石娃 特意带上了热腾腾的包子 还有剩下的学杂费 爱心馒头不仅温暖了石娃的胃 也温暖了她的心 同学都羡慕她 只有石娃自己清楚 要不是当年姐姐错学 她不会有今天 听到董事的石娃 这次又考了年级第一 姐姐觉得 这么多年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咱家就这情况 爸爸咱俩拉扯到不容易 你要多记巴得好 记住了 嗯 很快又到了周末 石娃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 路上看见了迎亲队伍 她还替对方高兴 可回到家却看见 家门口贴着大大的喜字 她冲进房间质问父亲 姐哪去了 得知父亲把姐姐 嫁给一个比她还矮的男人 又看到了桌上了一碟钱 她瞬间明白了 父亲就是为了钱 把姐嫁给那种人 我恨你 石娃跑出家门 迎亲队伍早已不见踪影 父亲的心里也不好受 可这一切都是石娃她姐的主意 姐姐嫁人了 石娃只能更卖力地读书 来回报姐姐 高老师很喜欢石娃 私底下帮她报名了 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 连报名费都给她准备好了 石娃知道 这年头赚钱不容易 说什么也不要高老师的钱 不要啥表 又不是给你的 借条可以借我 等石娃写下借条走后 高老师却拿着那张借条 擦起了笔 为了回报老师和家人 石娃刻苦复习 她很争气 赢得了省区奥林匹克 化学竞赛的第一名 学校还为此举行了颁奖大会 发表获奖感言时 她是这么说的 石娃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很感谢家人和老师的栽培 日子似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突如其来的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天父亲回家时 重重摔下了山坡 到家那会儿就觉得有些不舒服 但父亲并没有在意 石娃看出了异样 她却坚持让石娃先回学校 后来石娃越想越不对劲 向老师请假后便匆匆跑回了家 结果发现家里围满了邻居 父亲已经瘫痪在床上 不能动弹 邻里乡亲一起把她抬到了医院 检查后医生确认 父亲中风了 以后不但不能劳动 连生活都难以自理了 从那以后石娃便不在住校 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中 一边刻苦学习 一边照顾父亲 风雨无阻 挫折与困难并没有轻易打倒她 最终她考上了师范大学 要知道山区里的孩子能上大学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全村人都来为石娃庆祝 可石娃要是离开了大山去上大学 年外的父亲就没人照顾了 父亲不想成为石娃的累赘 想申请村里的无保护 可无保护必须是孤寡老人 石娃和姐姐肯定是不愿意的 姐姐想接父亲去婆家 方便照顾 父亲也拒绝了 她对女儿一直心怀愧疚 如今怎么也不能再拖累她 彷徨的石娃归在母亲的照片前大哭 她不会离开无助的父亲 思考再三决定扔掉录取通知书 这是咋回事 这是咋回事 爸 我不上学了 你敢 爸 我不能丢下你 自己去城里上学 爸 爸 我养你 我能养你 父亲为此和她大吵一架 半夜时 熟悉的石娃被狗叫声惊醒 发现父亲不见踪影 他跑到院子 自家的狗一个进潮水井狂叫 石娃想都没想就跳了进去 费了好大劲再把父亲救出来 两人筋疲力尽的瘫倒在井边 他对父亲说 学他会去上 父亲他也不会丢下 石娃委托高老师在城里租了间房 他决定带着父亲一起去上学 后来父亲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 石娃用板车拉着父亲一路来到河边 看着湍急的河流 父子两肩并肩站着相视一笑 他们仿佛回到了许多年前的那天 石娃来到父亲身前 父亲扔掉手里的拐杖 那个被父亲背过河的小男孩 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一刻 他的眼神变得坚定果敢 背着父亲 两人迎着朝阳一起躺过漫漫长河 走向那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这一刻 我们下期见